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旷野作为领头羊 那么在周三收盘的时候 澳洲股市是反弹0.4% 收盘是收在了5650点 那到现在为止 其实澳洲股市已经在5650基础上 再往上了真正是50个点 目前已经在5700点之上 那中国方面的上证指数虽然涨幅不大 但是也是保持了继续的一个三连涨 上证指数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0.3% 保持现在在3160点左右 那么欧洲国家在昨天没有太大的变化 虽然上下都有轻微的涨幅或者跌幅 但是这变化幅度都在0.3%以内 那么要说一下的是美国方面 美国股市在周三和周四连续两天 已经冲上了2万点的记录 这是道琼斯指数 那这也是创了美国建国历史以来 这个道琼斯的最高记录 那么受到美股上涨影响 西方绝大部分国家的股市 在昨天表现都非常不错 同时由于股市的走好 因此作为避险功能之一的黄金 在昨天也是下跌不少 黄金价格在过去两天之内 从1,210附近下跌到了现在的1,185左右 下跌幅度达到了2% 这也是黄金在过去一个月上涨以来 目前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回调 另外油价的话 继续保持在53到54的稳定范围之内 没有太大变化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就是这个热门话题 就是美国股市破两万 大哥带头小弟跟进 我们看到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终于是在我们说了大约是在两个月之后 它一直是在19,500到2万之间上上下下来回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终于是爬上了2万点大关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也是美国股市在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 第一次冲上2万点的规模 之前曾经去过一次是19,999.9 就差0.1但是没有爬上 那么在周三和周四连续两天 美国股市均保持在了2万点之上 这也使得美国股市目前对于未来 很多投资者是非常的看好 那应该来说的话 很大程度上从现在美国的主流金融评论来看 是由于特朗普的政策 主要是由于减税 增加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减少经济的监管 来使得目前金融市场的投资的信心大幅增加 但是可能在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第一感觉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 并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反应 那么我们经常说到在金融投资里面 有一句俗话叫做投在头上脚在脚下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猜测头部 也不要去猜测底部 因为说实话 虽然美国股市现在是美国200多年 建国史上以来第一次上2万点 但是如果你投资了美国股票 你肯定会激动 但同时我相信你也可能会害怕 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正常人 大家都知道 或者说大家有一个通病 就是当你听到一个价格 听上去非常之高 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最高价的时候 第一反应 并不会觉得他会继续上涨 而是会担心他随时有可能回调或者下跌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所有散户投资者的一个通病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是有性格的 或者说是有恐惧心理或者是贪婪心理 因此当价格非常高的时候 大部分人的心里会有一个恐惧感 而当价格非常低的时候 即使这个公司当时情况不好 绝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减便宜 或者是贪图他抄底的那种心态 也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主观的情绪 会使得绝大部分的投资者 在判断时往往是出现了错误 我们说到如果你假设你是自己是一台没有带感情的机器 是一个电脑的程序 那你所做的判断 所有的判断都不会来自于主观判断 换句话说就是 为什么你现在觉得美国股市偏高 你告诉我理由 如果你说不出理由 仅仅只是靠你的猜测 那么我就能够说 你这个现在的感觉就是在猜 那你既然是在猜 那就跟投资完全就是两码事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带感情的机器人 或者是一个电脑程序的话 那么在很多时候 你做出判断的依据 往往是来自于一些客观的新闻 客观的信息 以及图形上的技术走势 所以说当这些信息给予你的总结 是一个买入或者是一个上涨的信号时 即使是现在的美国股市上已经是两万点 那么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你依然是应该是向上看涨 而在实际情况中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突破创新高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买入信号 当然了 美国股市冲上两万点 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 在连续持续了几个月的僵持之后 目前刚刚冲上两万点 有很大可能它会跌回两万点之后 但是可能在第二次甚至于需要第三 甚至于第四次冲上两万点 巩固了之后 美国股市很有可能将会有 5%至10%的上涨空间 如果以两万点作为基数 5%就是有一千点 而10%则会高达两千点的上涨空间 所以说如果美国股市在巩固了 现在两万点的新高之后 它对未来会有更大的空间上涨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到 如果我没有投资美国股市 我们生活在澳洲又是华人 那很多时候我们接触的 可能就是澳洲的股市 可能或者是中国的A股 那么美国上涨会不会帮助到 中国的A股 或者是澳洲的股市呢 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 美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的老大 而且西方主流国家的股市 很多时候也是为美国的股市 马首是瞻 因此在美国股市 创出新高的情况下 老大已经带头超越自己 那么下面的小弟怎么着 也得鸡犬升天 所以说我们看到 欧美股市包括英国创新高也好 澳大利亚的话也是一样 澳大利亚在经济上 是看着中国 在外交政策上 看着是美国 但是澳洲的股市 也同样有分裂的情况 这个是属于 就像人的神经分裂一样 矿业股毫无疑问 就是看中国 看中国的表现 或者说看中国对于资源的需求 导致的资源价格的变化 那么澳洲的金融股 和其他板块则靠的是美国 特别是比如说是美国的这个 对于澳洲的旅游需求 或者是美国其他方面的金融股 也会直接影响到澳洲本地金融股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美国这边的股市连续再创新高 是走好的 那毫无疑问 至少我们说 你物质上没有支持的话 在精神上是对于中国和澳洲股市 非常好的支持 我们从目前实际的走势上 也能看出这样的效果 我们看到呢 虽然上证指数并没有出现异常的暴涨 依然目前是在3150点左右 但是海外投资者可以操作的A50指数 却在过去的几天之内连续的走强 目前已经爬上了10400点高度 目前要冲击的呢 就是去年的高价 大约是在10700点左右 所以说目前的走势来看 美国股市的走好 至少呢 在短期内会帮助到澳洲股市 以及中国海外的A50指数的继续攀升 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很多时候呢 我们并不能完全靠着自己的感觉 应该说是 永远不要靠着自己的感觉来走 除非你已经达到大师级的水平 但是呢 我相信大师级的水平 它还是会依靠大量的客观事实 作为他们判断的依据 如果我们在没有任何客观事情帮助情况下 擅自做出主观决定 那么这样的决定 往往来说就是猜 换句话说 就是在赌博 好了 那么今年呢 也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我们GoMarkets 希望大家在来年的时候呢 也能红红火火 事业更上一层楼 最后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是晚上澳洲时间的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下一季度预期GDP数字 以及呢 美国的耐用品消费订单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年春节之后再见面